嗨,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時鐘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三款要分享給大家 首先畫面裡面的這款呢 就是我們家賣場最大的時鐘 然後旁邊有放一個可樂當作比例池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可樂的話,它是一般寶特皮600cc的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拿皮尺 實際的測量給大家看 那像這款呢,它的這個時鐘的直徑呢 大概是會落在就是差不多52公分左右哦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話就分享第二款給大家 那第二款的話呢,它也是屬於比較大表面的款式 那第二款的這個呢,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會比剛剛的稍微再小一點點這樣 那這款的話就是用可樂當比例池的話 大概是這個大小 那我們現在再來實際用皮尺去測量 它的直徑大概是落在就是42公分左右 那我們今天就是繼續分享最後一款給大家啦 那最後一款的話,它就會比剛剛的兩款再小一點點 那像這款的話,它跟可樂的比例池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我們再實際用皮尺去測量 它的直徑大概是落在41公分左右哦 那像這幾款大時鐘的話都很適合 放在像公司行號啊,或是學校啊,或是公共場合 都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今天大時鐘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大家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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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話又會進去 所以可能有一點點 我們應該會來個不見證 我們應該會這麼久還要的 那個還是比較喜好 那是這個比例的 就是應該會的 是一個距離跟不見譜 在校圖的中性的 流行嗎 謝謝